首都市長對兩岸議題本來大家都已經表態 只有他一直在強調他是抗中保台 我還是要強調台灣哪一個人不保台 第二個到底是保台灣人還是要保他們的政治舞台 重點還是在於真的要保台就好好的照顧市民吧 我常常說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如果有特別的做法那一定要有特別的理由 那重點在於我們常常認為說 支持國產疫苗是大家都願意的 但是當時為了什麼原因做了這樣的決定 我覺得主管的單位必須要說清楚 那如果他是應該怎麼做而沒有那樣做 不能特別要求提早 我認為他就是壓秒助轉反而害了保安 極端氣候他將來會是一個新常態 那這個城市我們沒有辦法讓災害不發生 但是我們要創建一個可以忍受災害發生的認識城市 也就是說以前的SOP可能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他可能會產生一定的變化 那SOP當然他有一基本的作業流程 但是你可能要因應時事不斷的改善 那就像上游我剛剛講上游是核川局 核川局管是中央管 他跟我們下游的水利處來通報 遇故的雨量還有他們上游的狀況 那下游的水位會什麼時候 通報說大家來看看關水平的時間 以前可能可以用颱風可以用預測的方式 那現在強降雨其實是 其實沒有預測到 你們都沒有辦法因應當時的狀況 所以SOP要以時出境 那這個過程用原來的方式 可能就會錯過一些強化的阻力 所以會讓百姓無所失從 尤其是我剛才講的 你要給他合理的時間 讓他移車 如果這個時間不夠合理 政府就要享受補償的方法 但是如果說 我已經通報你合理的時間 你又不來移車 那當然你車主要是自己負責 可是重點在於 我們如果有人困在外面 疏解救人是最重要的 那車子是可以用補償的方式 但是人命是關鍵的 所以怎麼樣讓他達到一個最好的模式 因為人的部分 我們還是認為說 人要第一個要有限有限久 我剛剛講 水門不是唯一的逃生日限 我們還有所謂的月體道 月體道的部分 怎麼樣引導他出來 這個作業程序才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認為應該是水利單位 要人說清楚 而不是單純SOP的簡單